劉創舞步俏皮表情 在對著鏡頭大放電 他是來自台灣 年僅18歲的大學生潘洪仁 憑著舞蹈站上韓國節目舞台 站定C位 氣勢完全不輸當洪男團 建奏來個後空翻也輕輕鬆鬆 韓國政府和韓國電視台 KBS舉辦2023K-POP舞蹈歌唱大賽 潘洪仁闖關競決賽 舞蹈組打敗七國強敵 嘗試奪冠 現場還原現首年來 從原曲重現到嘻哈 Lock in 各大舞風通通難不倒 為了這趟比賽 遠赴韓國電視台總部 受訓兩星期 備賽卻也是戰戰兢兢 一開始我覺得K-POP是 比街舞還容易的事情 看到其他國家其實 表情就是每個都很厲害 對啊 然後所以其實到中間的時候 信心感會下降很多 話說得謙虛 年僅18歲的他 舞林14年還身兼編舞老師 比賽中潛力大爆發 更讓K-POP代舞老師一眼向重 之後會去韓國 就是訓練之類的這樣子 但是是比較偏舞蹈方面 那可能演藝方面的話就是隨緣 而他天賦異名的表演魂 我們從小便展露頭角 十一年前模仿韓星舞姿 各大綜藝節目都能看到潘紅人蹤影 甚至還曾經和JYP談過簽約 雖然目前沒打算走入韓國演藝圈 但十八歲壽年 正上國際舞台 已成為台灣之光 靜新聞跟美心蔡依如 陳祥瑋 長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勝任 還是支持 製造 散龍 、